你见过赌上淡淡的决动吗 眼前这个帅哥就在刚刚告别了自己的兄弟 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屋里 刚刚醒来的反派就回想起了一些不好的事 妈的自己被这个小的给淫了 望着走进来的大夫 Bose赶紧询问 大夫问 然而大夫直接给他判了死刑 你的一个兄弟已经永远的离开了 自己成了狐狗战士 碎蛋之首不公带天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方便来到另一边 男主还在为是否成为骑士大吵大闹 咋回家不知道呢 我上你们的贼船 公主的嘴又损 不争蛮那我还整口气呢 说吧 男主静止离开了座位 孤高战士还真是个爷们儿 虽然现在算半个了 刚失去了自己的好兄弟 就张了人马准备报仇血恨 不过手下们好像知道杀了似的 话里话外一顿点的 祖司让人受不了 男主此时正坐在树下思考人生 却被眼前的白丝美腿卸了注意 抬头一看 来者正是大一半蒙为玛丽 公主就是个死傲娇 你别和他一半见啥啊 走吧小伙的 别想不开 我带你溜的溜的 跟我送信去 咱就说 这个世界就没点正常动物了吗 在男主的土豆下 马力表示 电话那玩的就手都有 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得了 回到据点 男主开始和大汉研究起 刚从BOSS那里睡来的大宝剑 这也没啥特别的呀 大汉表示 这你就头不长见识短了 看见底下这个小猪猪妹 直老鼻子显了啊 当然 这玩的最大的作用 还是给剑上buff 否则孤高战士 不可能一下就给我俩跟拉了 随着大汉一箭展出 前面的大树应声而导 不对 没毛虎 看来在玩了还挑人呢 一般人还用不了 就在男主张罗着 把他卖了的功夫 公主来到了跟前 来到高塔 公主终于向男主坦白了实行 自己的帝国 掌握着名为艾尔玛的魔力 而这股力量 同样也被联邦惦记着 自己无论如何 都要成功与联邦的伯爵联姻 否则一旦开战 就会民目聊生 希望男主能帮忙他 男主也是个实在人 之前就你们 都是走狗屎运 以后你可指望不上我 就在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城里再次响起了炮声 炮过平息 最亏或少 也终于露出了面膜 正是孤高战士 他拿几个大喇叭 就开始喊 啊你要这再不出来 我就给这块地松松土 显然呢 失去兄弟的他 已经丧心病狂了 都在暗处的男主 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这笋子 原来找我的呀 贼爱去贼去啊 不等大汉说笑 一颗手雷 就滚到了脚下 得 刚才男主手里吃了亏的Bose 这还能忍得了啊 直接就将炮口对付了男主 并吩咐小弟不要插手 自己的仇 必须自己报 男主听完 直接破口大妈 你这孙子用坦克 你太卑鄙了 Bose可不听他这些废话 只要能干死你呀的 随便怎么说 可谁指脸炮 竟然都差点打中手下 自己眼眩味儿的 才突然想起大夫的话 正是因为失去一个兄弟 让他没了准头 大汉眼间炮停了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打团先打奶 二话不说 斩断了坦克的履带 男主剑撞 也连忙抽出大宝剑 Bose心想 这个大傻茬 你以为那把剑 谁都能用啊 必须得是像我这样的天月之子 可剑上浮现的光芒 让他大吃一惊 男主的外挂都脏了 然而 逼装不了三分钟 男主摔倒 再次捡起剑时 他居然变成了水子 这下真玩个水子了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但却因为失众砸向地面 谁料掀起的地皮 正好挡住了炮弹 这下坦克也暴飞了 Bose干脆跳出来 和男主中门对决 却被男主抓住 重心不稳的弱点 又是一击 郑重夸家 可怜你Bose 这下彻底成了圣仙游侠 老大都跪了 小兵人呢 也只能听名车军 当然 临走不忘撂了两句狠话 找出场子 男主一听 哎我再泡笔一剑啊 不用等下次 今天就行 老子火差没火 我光顾一条我怕你啊 大汉赶紧把他拦住 就你那两下子 可拉老了 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看着骑在草泥马上的公主 男主也终于决定 跟随他们回到王多 再次寻找回去的方法 然而神秘女人 却再次出现 从她身上飞走的生物 究竟是什么 穷追不舍的她 到底酝酿着什么计划